2020年3月16日,知名网站MadeRoxif发表了一篇来自于中国研究团队的手稿 MadeRoxif是用于健康科学的预印服务器 在医学、临床研究和相关健康科学领域中 分发完整单位出版的手稿,不像读者收费 它由冷泉港实验室、耶鲁大学和医学出版商共同创立 该服务器由冷泉港实验室拥有和运营 该团队招募了,来自中国武汉和深圳的三家医院 共2173例经SARS-CoV-2测试确认的COVID-19患者 其中,武汉市经营团医院1775例 武汉人民医院113例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285例 通过对患者的血型分布 与上映地区正常人权的血型分布进行比较 研究血型和易感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与正常人相比 经营谈医院COVID-19患者中A和O血型的比例分别明显升高和降低 并且,另外两家医院的398名患者 也观察到了相似的血型分布模式 进一步分析武汉市两家医院 患者的年龄和性别对血型分布的影响后 发现,年龄和性别对其分布没有太大影响 最后,研究团队得出结论 与非A血型相比 具有A血型的人获得COVID-19的风险明显较高 而具有O血型的人则具有较低的感染风险 消息一出,作为A血型的我们,开始瑟瑟发抖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为了避免自己吓唬自己 我们决定探究一番 首先,要弄清楚血型是什么 血型,是对血液分类的方法 一般是指红细胞的分型 其依据是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某些可遗传的抗原物质 抗原物质可以是蛋白质、糖类、糖蛋白或者糖脂 通常,有一些抗原来自同一基因的等位基因 或几个密切连锁的基因编码 组成一个血型系统 人类血型系统 是人类红细胞膜表面 各种血型抗原系统的统称 根据国际书写协会的认定 共有30种主要血型系统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是 A、B、O血型系统 和恒和猴因子血型系统 这也是两个最为重要的血型系统 一般情况下 医院中进行的血型检查 也只有这两项指标 血型系统对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也不相容的血型书写 可能导致溶血反应的发生 造成溶血性贫血 肾衰竭 休克已至死亡 新生儿溶血症 也和血型密切相关 19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长得主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病理研究所 凯兰德斯泰纳发现 健康人的血清对不同人类个体的红细胞有凝聚作用 如果把取自不同人的血清和红细胞成对混合 可以分为A、B、C三个组 C组,后改称O 后来,他的学生贝卡斯特利又发现了第四组 即A、B组 相关抗原 也存在于牛、羊 和一些原类等其他动物体内 科学界认为 血型可能继承自数百万年前一个共同的祖先 并且 在传染病免疫反应方面 具有关键作用 其中 A、血型人全免疫力极弱 根据多方考证 我们认为 前面提到的中国团队 根据数据模型得出的相关结论 其研究报告是不严谨的 第一 在科学界 某些血型人全免疫力普遍偏弱 这是大家的共识 第二 NBA著名球星凯文·杜兰特发文告知大家 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相信 整个星球上综合身体素质 比杜兰特更强的人 不多了吧 杜兰特血型 哦 第三 就模型设计来说 客观的做法 不应该是检测密切接触人群中 患者的比例和血型之间的关系 这样更具说服力吗 大家不要吓唬自己 这次的病毒 不挑人 最好的做法是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聚集 为了自己和家人 大家一起坚持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